歡迎櫻波俠 櫻波俠 哇 好 哇 櫻波俠我現在不確定他看得到看不到 櫻波俠我們站在大小星星的中間 好不好 櫻波俠我個人好害羞 好 那個星星姐姐先摸一下 櫻波俠 櫻波俠我們在裡面呢 是由張小龍飾演 我們請這個非常厲害的櫻波俠 跟我們現場的貴賓朋友們打個招呼好嗎 各位 親愛的朋友們 你們好 我是櫻波俠 掌聲鼓勵 櫻波俠今天非常不畏酷熱的天氣 我們非常有誠意的來到現場 櫻波俠要不要跟大家分享一下 你在裡面是如何的要拯救世界呢 要用櫻波俠的方式喔 其實 我的世界就是星星 我要保護的人就是星星 以及全世界的和平 你要不要用你自己本人的身份 跟大家分享一下 你到底是誰 大家好我是何浩辰 Bruce 歡迎何浩辰 何浩辰辛苦了喔 他在今天應該這麼有情有意 還穿著櫻波俠的衣服來到現場 請問目前為止 你覺得哪個地方最不舒服 我的頭 你的頭最不舒服 你其他的地方很OK嗎 其他地方還蠻OK的 你手不要亂摸櫻波俠 所以說 看不太到 然後 不知道我在摸哪裡 沒關係 請侯浩辰跟我們分享一下 你怎麼樣在裡面 就是幫一波俠配音 是用什麼樣的感覺 其實呢 我覺得我身體裡面 只有留著英雄的血液 所以配音 對我而言 其實還蠻難的 因為這是我第一次參與電影的配音 因為以往我們拍完電影以後 後期進去配音 是在配音的時候 是配自己的聲音嘛 但第一次現身給 不是自己演的角色 所以 呃 排詞的節奏上 是一個全新的境界 是 我們現在可以完全了解 當一個人眼睛看不太到的時候 他的手的肢體協調不太協調 他麥克風一直都沒有對到他的嘴巴 他一直都沒有對到他的嘴巴 聽得到我講話嗎 可以 現在終於聽到了 好的 欣欣姐姐可不可以幫我們那個音波俠擦一下汗 哈哈 我覺得他 呃 沒關係啦 就 就讓他這樣吧 他已經讓我都覺得他都哭了 好的 那當然我們為了怕何厚誠中暑 所以我們要趕快進行下一個環節 好不好 好的 音波俠太右邊了 這樣感覺是你帶凝視的欣欣姐姐 好好好 其實何厚誠 怎麼今天有點口香的感覺 左邊也幫我們看一下 左邊 我覺得何厚誠今天可以在樂生戲院門口 我賺一點的用錢嗎 好來 正中間 哈哈 哈哈 好來 正中間 好看 再結束 好 真的 來 好 好 先